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年终专题 在民族复兴的高歌中 哀民身至多奸 2023年年度CDT报告会 2012年全国两会 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 在任内最后一场中外记者会上 发表了一段讲话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 不可能进行倒敌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如今这一段话仿佛一语成衬 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专题 中国经济放缓 指出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 不仅没有出现持续强劲的经济复苏 反而遭遇了出口下滑 房地产下滑石头加剧 青年失业率飙升 以及消费支出乏力等多重挑战 而从更长远看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 连同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目前中国经济 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涵盖出口 消费 投资 人口结构和债务等 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 今年以来中国平均每月5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前10月出口同比下降5.6% 外国投资大幅下降 国内投资增长 持续放缓 国内消费低迷 导致经济出现通货紧缩 人口结构深度老龄化 反映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 劳动生产率增长大幅下降 以及中国债务比例过高 其总额达到了GDP的比例 高达295% 远超美国的257% 以及欧元区的平均水平258% 更严重的是 虽然中国经济危机重重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外界普遍评价中国政府 并未做出任何有利的政策来挽救经济 只是提出一些口号 相比于一般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或者是结构转型 中国当局所做的 更多只是在加大宣传 努力掩盖真相 网友甚至嘲笑道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已经不再是投资 出口和消费 而是统计局 中宣部和国安部 不仅如此 中国的经济改革 似乎还在开倒车 由大西洋理事会和荣鼎集团 联合发起的中国探路者项目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体系 是否变得更加开放和进步 不幸的是 除了在部分贸易领域 有所扩大开放以外 中国经济体系更加封闭和倒退 然而 相比于宏观的数字 经济萧条的背后 则是名声多尖 疫情期间 温家宝的继任者李克强 在回答中外记者问时 提到中国有6亿人 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戳破了中国的脱贫神话 2023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中国青年失业率超过20% 然而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丹丹则认为 青年失业率依然有可能被低估 经济下行 也加剧了劳资冲突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 2023年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达到了1721起 是上年的两倍之多 伴随着经济下行 还有民众的断贡潮 三年疫情以来 中国的失信人员增加了220万 达到了803万人 此外 480个城市的人民政府 也被纳入了失信执行人名单 不仅如此 房地产烂尾 爆雷的问题 并没有停止 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 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 中国目前存在着2000万套烂尾楼 而一眼网的统计 2023年中国 因为烂尾楼 爆发了至少77起抗议 因此中国的经济问题 以及其带来的民生问题 成为了CDD报告会 今年报道最多的专题 以下我们就来盘点 2023年那些重要的报告 1.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 今年5月11日 经济学人发布了一篇专题文章 介绍了国际学界 对于中国的主流看法 即中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 而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会放缓 在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美国投行高盛 曾经预测中国的GDP 会在2026年时超越美国 而现在高盛则把时间 调到了2035年 然而研究公司Capital Economics 则预测中国 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 最多只能达到美国GDP的90% 此外 文章给出了经济放缓的原因 包括人口老龄化 基建支出 收益递减 政治越来越专制 以及地缘冲突的 同样的 澳大利亚知名智库 洛伊研究所 在发布的《亚洲实力指数》中指出 美国依然是在亚洲 实力最强的国家 中国则位列第二 并且中国的国力 很有可能在本世纪末 都无法超越美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克鲁格曼 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认为 中国陷入困境 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习近平的失误 则将清算之日提前到来 著名经济学者徐成刚 则表示 中国现在越来越像苏联 并且已经把所有的路 都已经堵死了 徐教授表示 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一定离不开国家的基本制度 中国的改革 曾经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里 唯一的特例 而现在 这个特例也不特了 而是越来越像当年的苏联 和东欧的政治体制 成为了一个 不叫苏联的苏联 然而 他还表示 当习近平一味地反对 和平演变 反对颜色革命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把中国的路 堵死了 他表示 唯一能使人类社会 变得越来越好的途径 就是和平演变 因为除了和平演变 要么就是暴力 要么就是破坏 而这些剧烈的变动 都会对于社会造成破坏 徐教授 对于中国的未来 表示了悲观 因为中共当局 反对和平演变 也就是把中国可以变好的路 都给堵死了 对于中国经济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中国数字时代 收录的报告 评论文章 以及学者观点 无不例外地 将原因指向了习近平本人 以及他代表的 中国政治体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 8月21日发表了评论 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 作者刘孟雄 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 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认为 令经济逆转 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政治 刘孟雄认为 在美国 以及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的繁荣 衰退 复苏 繁荣 周而复始 有其周期性 以及相对的经济政策 但是中国 是政治挂帅 政治凌驾于经济 而且习惯于 只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当前 中国经济 甚极而衰 正是由于大陆政府 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 迟迟不启动 政治体制改革 所带来的恶果 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 企图回归 改革开放前 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 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 刚个人崇拜盛行的 毛泽东时代 以此求得保住 共产党的政治安全 只会让僵化的 斯大林政治体制下 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 越积越多 越积越大 不受监督 制约 绝对的腐败 且是各个领域 包括官场 军队 司法 外援撒币 医疗药业 教育 工程等等 腐败的总根子 美国知名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波森 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 指出习近平本人的政治转向 和失败的清零政策 导致了中国经济 长期低增长 甚至是衰退 而其他学者 则将问题指向了 中国体制本身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刘宗源 在反驳文章 《替罪高扬》一文中 认为习近平 只是没有处理好 中国经济的问题 但是根本困境 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结构性问题 在于长期投资 高于消费 扭曲了经济 而恰恰相反 习近平在上任后 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由于清零政策 政治倒退 以及战狼外交 最终导致 不仅没有拆除 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还大大缩短了 它的导火索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 在8月17日 发布了两篇文章 指出中国经济下行 青年失业率高起 导致原本应该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群体 却弥漫着一种 幻灭的形态 经济学人认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 中国的年轻人 不努力 不上进 恰恰相反 他们从小就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 被要求在学校 取得好成绩 并在中国 众所周知的高考中 取得好成绩 然而 年轻人越来越感到 无论他们 多么努力地学习 或者是工作 他们都不会获得 更好的生活质量 文章 还引用了中国网络热词 内卷 来形容这一情况 大量的中国年轻人 接受了高等教育 可是却不得不从事 低技能的工作 功劳小报 针对大学毕业生 就业的调查报告 印证了经济学人的说法 他们表示 年轻人曾寄希望于 通过升学 来获得体面的工作 体面的生活 这一寄望 在经济不景气 劳动愈发不稳定的当下 越来越难以兑现 而86.4%的受访青年 将青年失业率高起的问题 归结于经济不景气 并且有81%的受访者 认为政府部门 应该担负主要的责任 经济学人 还对于中国社交网络 百度贴吧 做了内容分析 发现相对于80后和00后 中国的90后对于未来是最为悲观的 而大多数年轻人的回应方式 则是躺平 经济学人表示 幻面的年轻人 通常会表达疲惫和放弃的感觉 他描述了一种自我放纵的态度 少部分有能力的年轻人 则选择了移民国外的方式 来逃避竞争 也就是中文语境中 常说的润血 华尔街日报的姐妹周刊 巴伦周刊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分析了中国年轻人 为什么求职这么困难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 一方面 中国的教育系统 所教授的技能 没有满足市场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 大量大学生过度教育 使得高等学位通过膨胀 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经济下行之下 工人的权益 也面临着被侵蚀的问题 首先 根据中国老公通讯的统计 2023年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 达到了1721起 工人求助 则为2029起 安全事故511起 中国老公通讯 特别发布了报告 2023年 中国工人行动统数 指出疫情结束后 抗疫罢工创新高 从行业来看 自三月后 制造业的罢工抗疫 持续在每月30起以上 并且建筑行业的 讨薪抗疫 保持在每月50多起 成为了罢工抗疫的主力军 而主要的原因 是蔓延了2023年的工厂 和建筑单位的搬迁潮 倒闭潮 以及讨薪潮 其次 疫情之后 临时工和非稳定就业形势增加 中国官方则将其称之为 新就业形态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 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之多 其中 外卖骑手的数字 便已经达到了1300万名 因此 中国劳工通讯 以外卖骑手为例 做了一份研究报告 指出中国外卖骑手和资方 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并且批评了 中国官方工会的形势主 最后 在搬迁潮和倒闭潮之下 活下来的企业 给予员工的待遇 也逐渐堪忧 苹果公司 最新一代的手机iPhone15系列 在美东时间22号上市 然而 在上市前两天 长期倡导 中国劳工权力的组织 中国劳工观察 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这款手机 在中国的代工商 却存在着剥削劳动 以及违反劳动法等行为 同样 美国贸易办公室 发布了2023年 对外贸易壁垒国家 贸易评估报告 称贸易壁垒 以及知识产权等部分问题 并非是中国独有 但是中国是践踏劳工权力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然而 这种践踏劳工权力的 中国模式 还随着一带一路 走出了国门 中国劳工观察 发布了报告 慢慢回家路 一带一路 中国工人的困境 他们调查了 8个一带一路国家中 2000多名华工 发现了一带一路项目之下 中国工人的权益 受到了系统性的损害 其中 中国劳工观察 重点关注了 阿尔及利亚 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四个国家 并且分别撰写了报告 该报告 引用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指出 在2021年 有59.2万名中国工人 在海外工作 然而 中国劳工观察 调查了333名 在印尼的中国工人 发现只有27.6%的人 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 因此 他们推测 可能有多达上百万的中国工人 在海外工作 这些工人 虽然大多数属于外包 和中介等雇佣形式 但是最终的雇主 往往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4.中国经济的低迷 会导致中共政权垮台吗 中国经济的低迷 名声凋敝 已经成为了2023年不争的事实 因此 许多的观察家和学姐发问 这样的状况 会动摇中共的政权吗 会引发中国的民主化吗 然而 中国数字时代 收录的报告和观点 几乎一边倒的 是否定答案 悲观态度 德国智库 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做出了一个预测 认为中国未来 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局面 在经济上 中国经济 预计可能会维持在 4%至5%的增长 中等技术产品出口 依然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核心 然而 由于和西方交恶 以及互联网监管等问题 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 将持续落后于西方国家 在对外关系上 中美两国竞争将更为激烈 双方都在努力减少对于彼此的依赖 然而中国依然无法公开地挑战美国 最后 在政治上 智库认为 习近平的权力依然不会受到挑战 但是随着习近平年龄的升高 外界会更加关注继承人的问题 纽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 亚洲研究副教授周景浩 在《外交家》杂志上 发布了一篇文章 反驳了一些西方学者 认为中国经济崩溃 会导致政权垮台的论调 并且认为现在 看不到任何政权倒台的迹象 他的核心论点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并不依赖于经济 这不同于民主国家 经济通常是大多数美国选民 最为关心的问题 然而 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 是建立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 如今中共执政的地位 依赖于宣传 强制力 以及金字塔式的政治控制 但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政权 常驻北京的大西洋理事会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 似乎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他认为 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了危机 但是中共当局不太可能认同 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相反 经济上的软弱 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危险 更容易支持民族主义事业 更容易导致侵略外国的冒险 比如对于台湾的军事掠夺 此外 外界不仅对于政治领域的变革 感到悲观 经济体系改革同样如此 上文提到的熔顶集团 是一家顶级的中国研究供应商 只涉及中国经济领域的研究 而不干涉政治方面 因此 和中国官方高层 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然而 他们和大西洋理事会合作的项目 中国探路者 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也在开倒车 在分析中国第二季度经济时 报告引用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甚至是官方的讲话 指出中国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 并且保守估计 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 然而 探路者在第二季度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经济体系在市场化方面正在倒退 特别是金融体系发展和市场竞争 这两个方面 在金融体系方面 中国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飙升 带来的金融风险 在企业融资方面 国有企业 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 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并且政府的隐形担保 扭曲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在债务违约方面 由于中国当局 对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脱敌 其实变相强化了他们的特殊地位 并且 中国当局今年 用反间谍法和打击咨询公司 严重伤害到企业的信心 并且最终导致了市场竞争的倒退 最后 迈克尔·舒曼 以及美国许多重量级政界 学界人士都认为 中国经济的下行 会增加武力统一台湾的风险 然而 中国术的时代 也收录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 泰勒·弗拉维尔指出 作者认为 中国政府比其他的国家政府 更加能控制舆论和社会 包括抗议活动 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时 危险并不是转移事前的战争 危险则是在于 中国领导人会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对于外部挑战变得更加敏感 他还回顾历史的指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相比于其他的专制国家 中国也是最不容易 受到国内动乱影响的国家 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 然而 大西洋理事会联合荣顶咨询公司 借鉴俄乌战争 预计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全球至少损失3万亿美金 报告指出 这几乎相当于 英国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并且将使西方国家 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困境 5.2023年 CDT报告会收录的 其他重点报告盘点 位于新西兰的人权平良创业组织 在2023年6月 发布了2022年人权指数报告 该报告以量化的方式 披露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项人权指标 而这15项指标归结为 生活质量权 人身完整性权利 以及负权三个种类 其中 在主要代表政治权利的人身 完整性权利和负权方面 中国在30个国家样本中 倒数第一 此外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 2023年人口贩孕报告 报告 依据各国的人口贩孕情况 将世界各国分为了三个等级 中国和朝鲜 阿富汗 委内瑞拉等24个国家 位列于第三类 即令人担忧的最低等级 经济学人 今年采访了两位 人在纽约的中国女权脱口秀表演者 女权人士 梁小文 以及莫莫 介绍了他们的海外中国女权社群 女子主义 在采访中 梁女士表示 自己从不妄想 在远方改变中国的政治 如果你幻想一夜之间 发生某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其实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目标 是在海外创造空间 悄悄地保留一些种子 或许有一天 可以带回国内 生根发芽 每年的5月17日 是联合国设立的 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 双性恋 以及跨性谍日 在该节日的前一天 立足于中国民间的 公益独立媒体 NGOCM 发表了一篇文章 作者小傲 作为LGBTQ领域资深公益人 采访了多位 性少数公益团体的工作人员之后 发现了许多LGBT活动人士 都成为了警方日常骚扰的对象 活动空间在日以收缩 2018年开始 各种与网络安全 媒体审查相关的条例出台 LGBTQ相关内容的报道 无法在各个媒体平台发表 2023年初 美国知名智库卡托研究所 联合弗雷泽研究所 共同发布了2022年 人类自由指数 中国在165个国家和地区中 位列第152名 该指数通过83个指标 衡量了关于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 两个部分撰写而成 中国在经济自由部分排名116名 远远好于个人自由部分的154名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发布了最新年度的全球自由度报告 中国的自由度排名倒数第20 并且连续50年位列不自由之列 该报告还另外发布了 2022年网络自由报告 涵盖了70个国家和地区 并且得出结论 全球互联网自由度 自2010年后持续下降 世界面临的专制主义的威胁 而中国持续8年倒数第一 位列越南 古巴 伊朗 和缅甸之后 每年的5月3日 是联合国设立的 世界新闻自由日 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记者 每年也都会在这一天 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今年的报告显示 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 香港位列第140名 而在2002年 香港则排名第18位 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仅仅好于朝鲜 并且低于越南的倒数第三 据悉 虽然中国排名 长期处于低位 但这仍是历史上最差的成绩 2022年 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 发表了新疆人权报告 指出中国当局 针对维吾尔族 和其他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 存在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然而 一年之后 多家人权组织表示 中国当局的罪行并未收敛 甚至变本加厉 国际非政府组织 人权观察发布声明 过去一年里 中国各级官员 照旧实施 侵犯人权的严打政策 彻底压制 维吾尔族 和其他突厥一穆斯林的各项权力 同样的 知名学者郑伯恩的最新研究表明 在新疆棉花的采摘中 依然存在着强迫劳动 甚至部分地区变本加厉 作者还批评 现行的国际劳工组织 强迫劳动指标 非常不容易捕捉到 由国家支持的 新疆系统性强迫劳动 新疆集中营的议题 已经被国际媒体大幅度报道 然而 国际社会却忽略了聚光灯 照不到的地方 西藏地区 同样面临着文化灭绝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前主席 西藏行动中心 高级研究员 丹森多吉 以及藏人学者佳洛 共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中国当局 在青藏高原上 设立的寄宿学校 旨在进行文化灭绝 报告表示 近100万藏族儿童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 公立寄宿学校 中国当局 让这些儿童 接受高度政治化的课程 目的是拨得他们的母语 切断他们和宗教 以及文化的联系 有条不紊地用汉语 代替他们的藏族身份 此外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公民实验室 于9月13日 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出中国当局 自2016年起 在西藏地区 采集了90万 至120万份 当地居民的DNA样本 约占西藏总人口的 四分之一 至三分之一 网络搜索引擎 几乎是每一个互联网用户 必不可少的工具 根据统计 在中国 百度 搜狗 和微软必应 位列搜索引擎 使用量的前三名 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将这三个搜索引擎 外加百度知道 哔哩哔哩 抖音 京东 和微博 等另外五个 一起做了调查 发现搜索引擎背后 有着超过6万条的审查规则 例如习近平 彭帅等 进行了试验 发现了这6万多条审查规则 比如 在百度上 加拿大国籍 并不是一个敏感词 但是同时搜索加拿大国籍 习近平 以及大姐 这三个词词 则不会有任何的搜索结果 大外宣方面 台湾民主实验室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试图了解哪些因素 影响了海外华人 认同中共大外宣的叙事 该调查的地点 选在了新西兰和马来西亚 同时 还重点调查了当地的华人群体 报告得出结论 相比于其他族裔 华人受访者 对于中共大外宣的叙事认同度 更加高 并且 受访者的年龄越高 这种可能性也随之越高 不仅仅是中文的内容 加拿大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报告 称中国当局 正在利用虚假信息 在油管上 进行一场英文大外宣运动 该报告认为 该场运动的目的 是为了改变这些英语受众 在国际政治等方面的认知 并且评价道 这是目前最为成功的 大外宣活动之一 报告 将这场运动 称为皮影系运动 这波宣传运动 从2022年中开始 宣传网络 至少由30个YouTube频道 所组成 这些频道 利用人工智能 生成的实体和配音 制作了4500多个视频 在被YouTube下架之前 已经吸引了 近1.2亿的观看量 以及73万的订阅用户 非政府组织 保护卫士 于5月1日发布了报告 困于笼中 中国日益泛滥的 限制出境问题 他们估计 在中国 有数万人被限制出境 如果算上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 估计有数百万人 被限制出境 而他们的另一份报告 则发表在了 国际人权日当天 名为 惶恐不堪的家人 21世纪 中国的株连现象 他们称 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中国共产党 更加频繁地将集体惩罚 操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以控制人权捍卫者 并且提高他们 在中国表达意见 和诉求的代价 报告 使用了一个 中国人熟悉的古代刑法 来形容这种集体惩罚 株连 保护卫士 通过采访 和分析媒体的报道 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对于维权人士家属 实施的株连迫害 大幅增加 从幼儿到老年人 都不放过 并且惩罚手段 多种多样 根据维权网的统计 截至2023年底 中国目前 共有1643名 在家政治犯 良心犯 其中 死缓11人 无期徒刑19人 有期徒刑1393人 积押未判220人 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 并未完全统计在内 2023年4月10日 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许志勇 以及维权律师 丁家喜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 许志勇 被判有期徒刑14年 丁家喜 破刑12年 该案由山东省法院 秘密审判 而罪名 则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人权观察 以及美国 欧盟 加拿大 澳洲 等多个国际组织 和政府呼吁 中国当局 应当立即撤销 对于两位中国 最著名人权律师 及维权人士 基于无惧指控 而做出的重刑判决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 请建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